费文丽罕见旧照 既温情默默,又流露出猫一样的狡狭,高贵的外表下,压抑着瞬间都可爆发的情感力量,有人说,费文丽的美是灵动的美,清纯的美,坚强的美,同时拥有无与伦比的高超演技,一直为人们所称道,英国首相见到他的时候,也是惊为天人,他说道,我要在远处观看上天的杰作,当年25岁的费文丽, 成功饰演乱世家人中的郝斯嘉,风华绝带如油画里走出来的美丽佳人,灵动妩媚,美帝射人心魄,也因此荣英第十二届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奖,也是第一位扩此殊荣的英国女演员,影片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,郝斯嘉和白瑞德的爱情故事,郝斯嘉深爱的爱心里却得不到他,在战争爆发的, 前一天,他遇到了白瑞德,两个人历经磨难,白瑞德一直对他不离不起,直至他最终的离去,郝斯嘉才发现自己,其实爱的是白瑞德, 乱世家人是好莱坞史上最骄傲的一部影片,其魅力贯穿整个二十世纪,被誉为好莱坞第一剧片,乱世家人里的费文丽美帝射人心魄,是他把斯嘉丽这角色演活了, 有人说斯嘉丽就是他本身,不仅天赋美貌,更有着英伦贵族的气质与风范,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援护联网,反全归所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